这是我们那个最为主人翁的精神 来 今天咱们九位成员 将会分成两个学习小组 我们五位成员 在过来的路上接收了一项任务 你没有任务 他们刚刚已经在信封里的纸条 写下了自己想要开店的一个金额 金额排名第二和第三的 两位成员将成为今天的组长 开一家梦想的餐厅要多少钱 这很难猜他们 我觉得梦想中的餐厅就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小花园 三四百万开一家梦想中的餐厅 我觉得应该比较合理 对吧 比如说这个画质就是 很多人会喜欢的那种画质 我还不错 这个拍照还不错 大家都在赚钱白老板在自贷 我觉得 就这个输吧 再多 我也拿不出来了 那我们就要来揭晓各位成员 写下的金额了 白露你先你先 白露白露你先 白露 白老板白老板 白老板白老板 923万 哇塞你要开 多少钱 9百 9百多啊 3万 不要 那我真的低调了 我也低调了 这不当老板谁当老板 没有 9百多万开一家店 听一下我的概念 我的概念非常好 我想的是开一家VR的餐厅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想跟Angela Baby吃饭 我戴上眼镜对面就可以做个Angela Baby 可以点套餐 A套餐Angela Baby一个人 B套餐 Angela Baby一个人 哈哈哈哈 终极套餐好难全团 可以可以可以 有没有人要投资白老板 哈哈 来欢迎大家入股 好像没有人有这么多人 你啥概念都玩也投太多了 来 下一位来好 你肯定不是千万 肯定不是 郑凯队长了 郑凯队长 梦想要远大一点 低于千万的难度不干 五点五万 你看 多少多少 五点五万 我说啥了老师 有的优者 他肯定不是 他说的越多越少 梦想虽远大 还是要脚踏实地 从小做起 白老板一看就没有什么商场的经验 一上来就揉这么高的值 风险很高的 像我们这种吃过大亏的 都是愿意从小做起 就加盟费 小杀线 小杀线 就小杀线 管一下 那我吧 到我了 我 我就是比较正常 我跟老杀说了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还真想做生意的那个大概那个量 我觉得凯阁那个金额已经很难成为队长了 我觉得也是 我不一定是最低的呀 那现在这个游戏好玩了 怎么天 我有心 你不会是一样吧 在里边 你不想当你的队员 那不是你说了算的 这是命运 我的梦想是在学校旁边开一个早餐店卖包子的 两万五 那应该不贵 二十 那跟我规模差不多 二十 四五位 那就恭喜 贝比和李承成为我们今天两个学习小组的组长 我们现在两组的成员都已经确定了 两个学习小组的设计课 和门店实践课 产业入门课 好正规啊 制作技能课 要做菜的 经营管理课 门店实践课 还要去刹线 我们真的要去做了 我们在每堂课的学习之后 都会给到两组不同的学分 两位组长 可以将自己组所获得的学分 进行分配 哇 分配到那一个 好厉害的权力 今天所有的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是按照所有成员个人的学分成绩进行排名的 九个人当中 学分成绩最高的前五名 将成为今天的优秀成员 也就是今天的获胜者 赢学分 个人 个人 我要努力 另外在每一堂课结束之后 五人队的队伍 由组长选出一位成员 加入到四人队 第一课结束之后 宝贝队就要选出一个人去到陈哥队 怎么都得选 怎么都得选 无论胜负 然后第二课结束之后 陈哥到一个组员去到对面 这个人 我觉得 从早上到晚一直在来回 好 走 奔跑了 沙县 接下来由沙县小吃产业发展管委会副主任张鑫 带大家展开第一堂产业入门课 欢迎大家来到产业展示服务中心 你好你好 咱们里边说 来 走走走走 我们的服务中心为小吃业主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这服务涵盖了整个经营的全流程 包括法律援助 技術培训 加盟咨询 金融贷款 一直到他在经营当中遇到的侵害 我们都有专门的人群帮他去做维权 我想问一下开一家沙县 干嘛